谁也不会想到苍州一爸梦的老板 此刻正趴在鸡窝旁边 狠狠地拍着鸡哥的屁股 这喜大夫端着茶壶听了半天 冒出来一句话 你们下公鸡才下蛋呢 那孟清河这么求着一只鸡 到底涂啥呢 这一切的开始 还得从喜大夫救了田奎说起 就在胡大姐对着喜大夫 一顿审问拷打的时候 柴房门突然被推开 田奎抡起棍子 就朝着喜来乐砸了过去 喜大夫一个走位 躲到了胡大姐身后 胡大姐手势搓衣板 就开始跟田奎拉扯起来 这可就让喜大夫闹不明白了 哥们好心好意救了你 你现在抡着木棍就要砸哥 你是脑袋被驴踢了 田奎不管不顾 闹碗口粗的木棍 悄然一声落下 咱们喜大夫顶着个木桌 开始大声呼喊着徒弟的名字 一阵鬼哭狼嚎后 德服一个 很狠地把田奎丢了出去 这田奎在地上还不住地叫嚣 说要杀了喜大夫 或许有些观众不喜欢四处惹祸的德服 但此刻德服站在这里就足够说明喜来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坐在地上喘气的喜之郎算是明白了 感情这他娘的就是个酸秀才 你要打打梦境何气是他辱了你 你说你打我干什么呀 好人就得让你拿枪指上 这田奎是歇斯底里的 说出了理由 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介书生 被像狗一样戏弄 还往他的脸上撒尿 德服或许不识字 但人家明示里 他跟师娘解释起了事情的缘由 这小子要饭吃 没要到就吃草根树皮观阴土 肚子本来硬的就像个石头了 孟庆何又欺负他 给他灌了五六碗大米饭 最后是师父想了个绝招 用童子尿 让这小子一次吐了个干净 你是狗咬吕洞兵 你不舍好人心 德服这么一说 田奎也冷静了下来 坐下开始跟喜大夫和胡姐唠嗑 首先这小子志气很大 表示自己这次出山 就是为了考个状怒 胡大姐到底心善 有了收留田奎的打算 还得是喜大夫看出来了 田奎这个人心有大志 留在咱们这儿 那不是大才小用了吗 眼看着精神在尽 我却眼睁睁地耽搁的蹭蹭 不敢前进干扣 想想 这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这丧气话一说 就为喜大夫一顿话聊 你说我救你干嘛呀 那咱们胡姐也放话 要帮尘一把 结果这老两口一商量 账上也没钱 正好这时候 梦的老板就来雪中送炭了 这是苍州城一把梦的老板的兴师问罪 他带着一大伙伙计 找喜莱乐要个意思 要是没个意思 他就要好好地跟喜莱乐意思意思 咱孟老板 给换了回来 大黄你放了没有 德福微微一笑 就放了一顶点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是故意的 这让孟老板 整个人就跳起来 你足足放了 有二两 喜莱乐 喜莱乐趴他一排椅子 德福 你怎么回事 不应当放大黄 怎么样 来呀 给我咋 那此刻喜莱乐一声停停 他要好好地跟孟清禾 讲讲道理 不是 不应当放大黄 倒是大黄放手了 他娘 孟清禾直接一张脸 写满了愤怒 这还少 你想拉死我呀 这您就不懂了吧 那喜大夫 就开始忽悠起了孟清禾 首先 您手指头上 是不是长着舌头疮 这就说明您中毒已深了 放大黄就是要您大 写 写 干净彻底的写 把那内毒的给写没了 写 这个三天三夜 那病根就除掉了 说到此处 喜大夫是痛心疾首 我大黄紧紧屈屈二凉 您指定是泄不干净了 您的手指头上残留的病毒 就窜到你的胃肠里边去了 它就必然拉肚子了 您听明白了啊 这不是泄 这是拉 拉是拉 泄是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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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是泄 拉拉 泄是泄 懂不懂啊 孟清禾的面部表情 僵硬的 你这外法的那个源头 它是什么 所以 喜大夫说的是什么 是如拉如谢 孟老板 想明白这个道理 立马换上了恭敬的态度 让喜大夫给自己耗卖 谢到你这个份上了 是不义 哥给你开点灵丹妙药 给你治治 这孟老板一句话 足够证明实力了 上等的高丽参 黄树用的特级陆绒 我那有正宗的美丽尖的西洋参 陕西的黄旗 宁夏的苟旗 山东的鹅椒 还有 喜大夫直接否了上述一大堆极品药材 这玩意儿都不管用 你看哥的 德风 赵峰专药 瞧什么 这是医孝坛的秘方 这喜大夫是嘱咐德福 这玩意儿得细细地剁成臊子 然后让孟老板回家 或者糊糊一起贴在肚脐眼上 顺便在德福的提醒下 德福一脸诧异 喜来乐却说出了 给孟老板治病的独门药引子 就是那鸡舌里的鸡蛋 一听说只是鸡蛋 那孟老板可就有话说了 鸡蛋 哥家里就有 但喜大夫的解释 不由得让他信服 你家那鸡蛋 跟俺家这一只 你从小吃着中药长大的鸡 下的鸡蛋 能一样吗 孟姓何寻思 说的有道理 代价是什么呢 一只鸡 在喜大夫手里 能忽悠孟老板多少钱 这要银子呀 您就给 二两 二十两 二十两 什么鸡蛋值二十两 就是金的他也不值 喜大夫一听 不值呢是吧 那我直接让我媳妇 敞菜拉倒 别别别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虽然在孟的老板 家大业大 但花起钱来 也是真肉疼 在付了二十两银子后 孟老板终于得见了梦中情鸡 这鸡来回罗布 没有丝毫想要下单的意思 喜大夫则在边上 开始对孟的老板疯狂忽悠 孟老板想了想 此时此刻 没有什么比一首小诗 更适合 迎面走来的你 让我蠢蠢欲动 这种感觉 我从未有 这一首小诗的含金量 不必多说 二十两银子 是手道起来 喜来乐给田奎 置办上了一身琉璃白 喜大夫 这人欣赏田奎的一身志气 临行之计 更是希望田奎 能科举高中 做个好官 别做坏官 到时候 自己还得提着二锅头和歼匾 去看 田奎一扭身 塞西施 名谋好持 美不胜收 看到喜来乐 康慨解难后 塞西施 更是解下自己的耳环 赠武了田奎 两个人目送了田奎离去后 某个不愿意透露性命的老男人的粗坛子 可就翻了 我都给盘缠了 你咋还送对耳环 哪有女人随便送人家耳环的呀 您说的那可是有主的女人 我们这种没主的女人呢 爱送谁就送谁 谁也管不着 这话不仅有道理 简直是十分的有道理 那田奎已经走了 咱们的孟大老板的肚子也就好了 作为苍州一爸 孟大老板直接召集了旗下的医馆的郎中们 目的就一见 破解医孝堂的秘方到底是啥 他这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灵丹妙药 几位老姨是青年慢龙抹肤条 各种流程走了一遍 最终确认这里面根本没啥灵丹妙药 纯纯就是用普通的中药磨成粉粉 这药它能值多少银子 最多值一两银子 那你情报喜假的 那你们再看看 这鸡蛋壳里边有什么名堂 几个医师拿出小道具 狠狠地观察后得出结论 这个鸡蛋壳的名堂就是 它是个鸡蛋壳一两银子能买上一大框 这孟老板越想越稀 那孟老板困了就有人来低枕头 王太医的手下卢中不请自来 那刚才怒急的孟的老板转瞬之间 就换上了一副毕恭毕清的笑脸 今天我要请卢大人喝酒 一定要有湿的头啊 那么鸢中和孟的老板有何计划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缠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